郭文貴議員 你們就3.37沒有意見喔 再追快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到比較專業的一些 這個調查跟統計 好 另外問你媒體報導說要賣 這個中華電信 兆豐和庫 中鋼台肥台積電 總共要賣621億 最近事情你的看法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就是依照 規定要處分財產都要 拓列這個 預算的一個程序 所以包括如果說 103年度他們要賣這些 國營事業的股票 或是公宿國營事業股票 必須要依照大宴 事實上是不要換了位子就換了 腦袋了 當初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要釋出公股喔被罵慘了 當時在野黨 當時在野黨當然也是多數黨 一直批評一直攻擊 現在換國民黨執政 就要來賣賣股票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這個賣法合理嗎 他預定成買者 是中郵政儲金 勞退基金 勞保基金 賣的人也是政府 買的人也是政府控制的基金 這個價格是怎麼定 這符合市場的交易機制嗎 這恰對對人啊 把四大基金手上的錢 使出來變成國家的預算 然後這些基金繼續做控股 還是 這些公司 將來還是 掌握在公股的手裡 你覺得這樣對嗎 給我們報告 因為這個是在行政院 他有關 下個年度預算案的一個規劃 規劃的一個執行方式 那我問你意見嘛 如果說這個政府 他有這種政策性 論務的一些這個歐股呢 那麼有他的特定目的 那應該繼續足有 如果沒有這個政策的需要 是一種公開競爭的這個行業 那在政府來講 如果說他財務調度 不要賣股的話 那應該在公開市場 我個人覺得在公開市場 把它賣掉 那要不然的話 四大基金 那像說國化基金 他有他特定的論務 他是要來投資一種民間比較新鮮 或是有潛力的一些這個股票 那如果說國化基金 來買這個這些 目前的國影社會股票 那這樣他會減輕 他來鼓勵這個 鼓勵一些新興的 這個投資社會的一個力道 我覺得說如果 在沒有控股的必要 那政府有財務的這個調度的話 那就把它賣掉 那這樣的話應該 我是要跟你談說 我個人覺得這個比較理想 裡面有衝突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你勞退基金勞保基金 這個都是勞工的退休金 假設去買的這個公股 萬一啦 講萬一 將來這個公股賠錢 誰負責啊 勞退基金跟勞保基金 的那個操作者說 你是政府叫我買的啊 我買多少價錢 你是政府訂的啊 我不是照市場機制買的啊 那如果造成這樣的狀況 造成虧損 誰來負責任 我要跟你釐清的是這個問題啊 因為如果我們是 照自由經濟市場的交易的 的這樣子的習慣在做 要不要賣股就是像你講的 你覺得 合理保有你就持有 你覺得可以賣的你賣掉 因為財政困難 因為貧政困難 憑賤政府擺4I啊 沒有錢啊 只好變賣租產啊 只好把這個還債的比例越來越降低啊 把這個後面的政府去負責任啊 反正以後而不是我在做 這個我們都能夠了解他的意思 但我要問你啊 你用勞保基金 用勞退基金 用郵政除菌去買 賣的人也是政府 買的人是政府掌握的基金 價格是自己訂的 欸問題是基金你是 政府是貸管欸 那個不是政府的錢欸 虧損了怎麼辦 你審計部對這部分 對政府沒有提醒的責任嗎 你覺得沒有責任嗎 因為這塊目前還沒有進入審計 那麼在答應損利的時候 我想這個委員的聲音 應該在行政部門也要重視 是啊我很擔心 萬一將來賺錢沒話講啊 勞退基金跟勞保基金如果虧本 欸 變政府自己在操縱市場 然後造成政府貸管的錢 那不是政府的錢啊 那是政府貸管的錢啊 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把政府貸管的錢套出來給國庫用 然後那個經營權還要政府還要牢牢掌握 這個這個這個沒有 又要馬爾炒 跑又要馬爾不吃草 然後又要人家拿出來賣錢 然後又不用負責任了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很難交代啦 利益上的衝突很大 好那你請回座我請主記長 謝謝 好請主記長 主記長我一開始有問啊 我自從來第八屆立委來這邊認識你以後 我發現你每一次的基地成長率不停下修啊 一百零一年下修了九次 那你一百零二年今年又下修了幾次 所以 你明年的三點三七是怎麼估出來的啊 啊會不會再下修 跟委員報告好 我們一年公佈 現在一年公佈四次 那每一次都要依照當時 蒐集的各方 國內外的經濟情勢啊 去做修正 所以呢 不管國內外預設機構 都都是同樣的 每一次都會依照最新的狀況 來調整的 這個你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我跟你講喔 算命的也沒有你這麼不準啊 真的 我不用任何的基礎也不會像你這麼不準啊 不然不會像我一半的機會 啊怎麼有這麼不準的 一百零一年下修九次 一百零二年下修次數太多了 罵到怕我現在每季公佈一次 頂多就下修四次嘛 所以今年到現在啊 現在已經十月第四季了嘛 你前面已經下修三次了啊 呃 今年下修兩次了 那因為四日第三季還沒公佈 呃 十一月 十一月底會 對啊所以第三季公佈搞不好又下修啊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那個情況 每一年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差距比較大 那受到各方面的影響 一百零二年你在編制總預算的時候 你預測的經濟成長率是三點七趴嘛 結果你現在下修啊 到目前你的估算是二點三一啊 這中間差了一點三九 將近一點四個百分點 經濟成長率差一點四個百分點是蠻大的耶 那這會造成我們財政當初的這個編列預算說的預估失準啊 啊這個失準怎麼負擔 跟委員報告 那真的是 國內外預設機構其實趨勢都是一樣的 因為這段日子以來受到那個 沒有啦 你講的這個不要 我跟你講 我很不喜歡質詢你 就是因為我每次質詢你 你都答非所問啊 你老是想照你自己的講法去講一遍 證所稅喔 證交稅短了很多嘛 是不是短增很多嘛 今年又短增了一百多億嘛 事實上去年在這邊審預算的時候 雖然財政部已經下修了 我認為還要砍兩百億喔 目前到八月 又短增了一百多億 當年我如果去年如果砍兩百億是剛好而已啊 真的啦我的預估比你還準耶 我去年這個地方說 財政部你編了這個證交稅的預算喔 雖然你已經少了 但是我認為還要再砍兩百億 現在事實上來看我比你準啊 今年到目前到八月 是少了一百多嘛 所以 到了十二月底很可能剛好就是大概少將近兩百億上下 那 國家稅收一短增 舉債是不是就一直跑出來 所以你明年 你的那個總預算 你今年的這個 借息還本喔比例更降啦 你連同債務還本只要還六百四十億啊 去年七百七就被批評啦 說本來是七點五趴的 你去年把它降到六趴嘛對不對 所以是七百七 那六百四是幾趴 稅額收入百分之五點多 就是符合 對對對 還是符合法的規定 那因為財政很困難 所以 所以低空六個沒關係 你這個是做書面 都做表面文章 這是灌水啦 沒有 因為事實上你最後的稅收如果 爭不到這些數目的話 你還不是靠舉傑來來處理 如果爭不到 就是說今年 就像委員講的到八月為止 確實是 稅入是少了八百多億 所以我們在九月初 就已經頒稅出解約措施喔 我們希望 然後拼命的叫財政部 叫這個國稅署拼命去查稅 現在報紙都看出來 一年賣三間房子的 就都要把它當作是交易 當作個人如果賣三間房子以上 都算是公司交易 都要把它 科這個 科這個 交易稅 還要再科這個所得稅 我們也盡量的尊解金融支出 所以我們九月 那個解決措施 主機長 公務人員的任期都是有限的 你搞不好再過幾年你會退休了 但是這個財政的爛攤子喔 一直爛下去喔 後面的人要收拾真的越來越困難了 是 要持續努力 謝謝指教